大家好,我是Patricia 欢迎来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要用猪血和酸菜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叫酸菜烧猪血 我们现在第一步就先把猪血切成大小一样的小丁 切好以后我们装入盆中 然后另外我们烧一锅开水 一会儿把猪血烫一下 现在我们再把我买来的芥菜的酸菜 给它一样切成小丁 先是这样竖着切成条以后 我们再给它这样横着切成小丁 切碎一点让它更容易入味 锅里的水烧开了 我们给它里面加一勺盐 然后倒入猪血 把它稍微烫一下 这样你可以去除猪血的腥味 烧开以后把浮沫都给它撇出去 然后就把它捞出来备用 然后我们再烧一锅水 水开了 我们就把酸菜放到水里面去 这个不需要等着烧开 烫一下 我们主要是去除它里面的盐分 防腐剂那些 好 这样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现在酸菜焯出来水以后 我们再用这个锅给它倒进去 就用干炒 把酸菜的水分再给它炒干了 就这样慢慢炒的 不着急让它自己去炒吧 我们现在就备一些配料 配两个彩椒 我就喜欢用这种彩椒 它是甜椒 它不辣的 可是色彩又很漂亮 把这个籽倒出来 接着去种去 就这样给它切成 先切成条 然后再给它切成丁 喜欢小米辣的朋友 就直接用辣椒就行了 我因为不吃辣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 配菜就准备好了 一些彩椒末 还有葱姜蒜末 我们现在再从地里拔几根青蒜 两根就够了 给它切成青蒜末 这个主要是最后用来点缀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酸菜 已经被我们给它烤干了 基本上 这样就更香了 OK 完美 现在万事俱备 我先把它放在一边 准备一小碗的淀粉水 这一小勺的淀粉 加上淡碗水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炒了 锅中倒油 放入几粒花椒 好 花椒变色了以后 把花椒捞出 葱姜蒜下去爆香 放入红椒 把这个海椒来炒一下 倒入刚才炒干的酸菜 放入碗尾 加盖了 再炒干的 放入碗尾 倒入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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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碗尾 圣酸菜 倒入碗尾 一定要加了两根糖 加一根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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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点 就放入碗尾 然后煎入碗尾 放入热水 就这样给它烧 差不多三分钟左右 让它充分的入味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倒入 我们刚才烫好的猪血 烧到差不多一两分钟 猪血就入味了 我们现在就把刚才调好的水淀粉 倒进去 给它收汁 收浓汤汁 现在汤汁收浓了 我们就最后把这一把青蒜末给它倒进去 哇 这一刀 太下饭了 这一刀柴 OK了 我们最后再倒一点我们的花椒油 完美 一道喷香喷香的酸菜烧猪红就做好了 关火出锅 出锅装盘 我们这道酸菜烧猪血就做好了 看看多有胃口 这个配上一碗饭 太香了 我来尝一口猪血 看看嫩不嫩 非常的嫩 而且它也吸着吸着这个酸菜的味道 超好吃 跟韭菜炒的那个 我觉得比韭菜炒的还要好吃一些 因为我很爱吃酸菜 酸菜 记住一定要把 把它的水炒干了以后再来炒这个 这样它就不会水水的 非常好吃 强烈推荐给大家哟 好了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帮我点赞哟